5月11日 乌克兰赫尔松州政府对外宣布 将申请加入俄联邦 并且是请求俄政府将该州纳入版图 不以共和国的方式实现独立 也不会举行全民公投 那赫尔松州宣布加入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后果有多严重呢 其实早在今年3月中旬 俄军就已全面掌控了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地区 并基本肃清了于当地驻扎的乌克兰军队 而在另一方面 俄军继续全面突破 并掌控乌东部顿巴斯防线的同时 赫尔松州又于稍早前的5月1日向俄传来捷报 宣布正式将卢布作为该州的官方流通货币 并且于此短短10天之后 正式声称将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 对此俄政府表示 赫尔松地区的命运及去留 应该交给当地居民自行决定 并且还同时需要相关的法律人士 对此次重要的申请进行进一步评估 就如当初克里米亚政府所实行的突兀流程一般 先举行全民公投 再以民意决定是否能成功加入俄联邦版图 但赫尔松州军民行政机构副主席斯特列·穆索夫却表示 赫尔松州不但不会建立任何共和国 也无需举行所谓的全民公投 而是迫切请求能够直接被纳入俄罗斯版图 成为俄联邦成员中正式的一份子 此时也引发了乌政府的高度关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对此表达了担忧和愤怒的同时 也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 宣称俄政府企图操纵赫尔松地区举行公投 吞并乌克兰国家领土的行为是非常可耻的 必将遭到严厉的反噬和制裁 针对泽连斯基的警告 俄方在表示乌总统的控诉完全子虚无有的同时 也再次强调愿以民主态度解决赫尔松州归属问题的方针 在赫尔松政府强烈期盼托乌入俄的背景下 势必又是一场俄乌之间紧张的拉扯和较量 那么该地对乌克兰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俄罗斯又有怎样战略的重要意义呢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赫尔松州位于乌克兰南部 东临亚素海南与已经脱乌入俄的克里米亚紧密相连 被称为欧洲东部的第二大河 流进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 三国的地念伯河贯穿整座赫尔松州 在其北部自东向西流入黑海 而位于此入海口的赫尔松港 一直是乌克兰极其重要的商业港口之一 也是乌克兰如今唯一的化肥出口港 而更为重要的是 总面积3万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达130万的赫尔松州 一直以来也是乌克兰第一农业大州 其土地肥沃辽阔 农幼地总面积高达200多万公顷 其中包括190万公顷的耕地面积 以及分别占地15万公顷 及43万公顷的牧场和水胶地面积 主要产出作物为东小麦 豆类及向日葵 占到了乌克兰农业用地总量的22% 其耕地日照充沛 一年中长达200多天的时间 均是以各种农作物生长 大小农业经济体3000多家 产出额巨大 因此才有了乌克兰粮仓之称 同时赫尔松州的畜牧业也领先于东欧各地 其产出的肉猪品质 甚至在整个欧洲地区都处于业界领先 还拥有整个欧洲最大的食品罐头加工厂 日罐头食品产量高达整整3000吨 出口于世界各国 商贸易重大 另外其强大的工业潜能也不容小觑 领先于东欧猪国的造船业 也在此地升息200余年 生产钢筋混泥土机座的帕拉达国营工厂 其出口客户遍布全球 收益驱大 综上所说 对乌克兰而言 无论从经济战略 亦或是国家名声的角度考虑 赫尔松州都是乌克兰支撑国家 有序运作的重要一环 必不可少 如果不幸失去该地实际领土及控制权 则极有可能对乌造成致命性的经济重创 这亦是乌克兰无论如何 对赫尔松州的脱污举措 都不能坐视不管的原因 赫尔松州对乌克兰极其重要 可为什么该地人民却如此迫切希望脱污呢 而该州对俄罗斯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其实赫尔松州人民对脱污如此迫切 很大程度是因为根村蒂固的民族原因 当地130万人口中 俄罗斯族占比高达16% 其中很多人仍然以俄语为自己的母语 再加上克里米亚在2014年脱污 其东部工业发达的顿巴斯地区 逐渐被俄全面控制 出于经济目的的考量 并入俄联邦 对赫尔松州而言也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意义是 因为乌克兰政府在国策上 原本就存在极大的问题 政府对东部地区的长期经济压榨 导致了包括赫尔松州在内的 许多东部城市居民与乌逐渐离新 没有丝毫归属感 才会导致如今该地 渴望脱污入俄的政治局面 当然对俄罗斯而言 赫尔松州的加入绝对是意义重大的 首先俄罗斯能够以此为据点 快速打通自己与克里米亚 及乌东部多地的交通及铁路网 从战略方向考虑尤为重要 其次作为乌克兰重要商贸港口的 赫尔松港 一旦被俄军控制 便意味着俄方可借此切断 乌克兰大量海上贸易渠道 再加上赫尔松州脱污 对乌克兰本质上造成的 农业工业及经贸损失 对此次俄乌大战中 与乌僵持不下的俄罗斯而言 绝对是一笔压倒性的注意 总而言之 赫尔松州一旦入俄成功 那么它便将成为 此次俄乌冲突进程里 第一个加入俄罗斯领土的 乌克兰地方政府 也会为当前俄乌大战 混乱不清的局势 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